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数尾的 POP最正点 我们各位媒体朋友们 大家午安 谢谢大家参加 我们今天的记者会 你好 麻烦请扫使联志 本土的案例有势力 没有死亡的更安 请戴上口罩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疫情到底何时才要结束 新冠疫情的冲击 改变了你我的生活 口罩下的你还好吗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特别企划 口罩下的你还好吗 我是主持人林书伟 短短两年半的时间 COVID-19已经造成了全球5亿多人确诊 620万人死亡 那这个数字呢 造成了全世界在两年半当中 就不断的要对抗COVID 那这场病毒跟人类的经济赛 最早出现的是武汉病毒株 现在已经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变异株 台湾的疫情经历了2021年5月份很严峻的三级警戒 当时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的变异株叫做阿法变异株 它是主要流行的病毒株 那当时为了避免大规模的社区传染 而且疫苗也还没有开始施打 所以全台进入了三级警戒 在去年的7月份 阿法变异株再度变成了Delta变异株 传播力更强 而且更快的席卷全球 在11月份 Omicron已经成为强势的变异株 台湾确诊人数从2021年底的17000多人 到2022年2月底 当时经历了农历年之后 确诊人数大概2万例左右 不过从4月份开始 Omicron的变异株 用极快的速度席卷了全台湾 到4月20号左右的确诊人数 飙高到了4万例左右 也就是说确诊之后需要康复 后续需要照顾的这些康复者 他们的状况也极需要大家的关注 我们做了街访 问到大家本土疫情屡创新高 政府要启动居家照护 对于轻诊在家照护的看法怎么样 我们来听听看街访民众怎么说 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趋势吧 毕竟现在轻诊也没有这么严重 然后也不需要到医疗系统里面 去使用医疗资源 那我觉得在家照护也是一个 比较妥善的资源运用方式 所以我算支持吧 也觉得疫情迟早会要这样的 我想这是医疗让人不足造成的结果 或者说是疫苗打得并不够充足 那把行政患者放在外面 其实仍然有可能造成其他重症的破口 所以要更加就是宣导如何在家防疫的隔离 不然只是会放任疫情扩大 我是觉得支持这个政策的 然后我觉得支持的原因是因为 现在确诊者占大部分 就是99%以上都是轻症 然后如果这些人都住到医院去的话 感觉会去占用了其他疾病 或者就是需要 真的是需要用到医院 然后需要插管或什么那些的病房 然后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可以的 也可以减轻一些医疗上的量能 我觉得很好 因为现在确诊的人数越来越多了 然后感觉医院也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患者 所以就是如果轻症的话 就在家自己休息 然后就好了 就轻症的话可以自己在家 然后自主 也不用到医院 就是在很危险的地方这样子 反而在家自己照顾自己 感觉还蛮安心的 访问到街坊的这些民众也大多认为 在本土确诊案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 轻症跟无症状准的比例也超过了9成9 所以轻症在家照顾这样子的政策 大部分的民众都是支持的 另外防疫温度计 我们也问到民众 本土疫情屡创新高 为了不让医疗量能崩溃 请问你是不是同意轻症在家照顾 我们来看看包括在instagram 还有FBMETA上面大家怎么说 防疫温度计 好防疫温度计当中 在instagram上面 67%的民众是同意轻症在家照顾的政策 另外在FBMETA部分呢 也是67%同意轻症可以在家照顾 所以我想这应该是要让医疗量能可以留给最需要的民众 大部分的朋友也都理解这样子的一个政策跟措施 那最主要是因为Omicron席卷全台之后 发现有9成9以上的民众 大部分都是轻症或是无症状 可是轻症或无症状就不会遗留有后遗症吗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只有重症患者才会有后遗症 不过很多的医生也坦言说 根据他们的观察这是错误的观念 根据WHO最新发表的一个新冠临床治疗指引也提到 出现后遗症的可能性跟急性期的严重程度 事实上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这也是跟我们本土个案的经验是相符合的 门诊也观察到很多的新冠后遗症的患者 不一定都是重症或插管有进过加护病房的 也有许多是轻症甚至无症状者 根据新冠长期症状的定义 通常会发生在已经确诊或可能被新冠病毒感染人的身上 通常在染疫之后三个月之内会出现 持续至少两个月 甚至也有很多染疫者在康复之后 持续延续了一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因此这一些新冠的康复者 他们后续的观察也就特别的重要 新冠病毒对人体的影响充满了未知数 那台湾疫情下的焦点 大部分是在防堵跟抢救 但是我们也要来关注康复者的长期追踪之路 我们今天访问到了就是三军总医院的胸腔内科医师 来聊聊他们进行了康复者的整合门诊之后 有什么样子的观察那不论是轻症重症 或者是曾经插管的康复者 他们在面对康复之路又有什么心路历程 我们来进入今天口罩下的你还好吗 新冠疫情的冲击改变了你我的生活 口罩下的你还好吗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特别企划 口罩下的你还好吗 我是主持人林书伟 我们今天现场要来聊一聊在新冠疫情延烧的此刻 其实有很多的确诊者 他们在复健之路上需要更多的协助 那我们今天就要访问到的是三军总医院胸腔内科的主治医师 唐生医师 唐医师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唐医师其实也参与了这一次就是三军总医院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所开设的后新冠肺炎心肺复健的整合门诊 先请这个唐医师来跟我们聊一下 这个整合门诊大概包括了哪一些的系别 那你们当时成立的初衷大概是什么 首先我们在之前在一开始的疫情从去年前年开始之后 我们在三军总医院大概从那时候疫情到现在 已经照顾新冠肺炎已经660多位了 在我们照顾的过程当中 我们院长跟我们的副院长 我们整个医疗团队 有发现越来越多人在出院后 有些人死亡 或甚至再入院的风险非常一个高 所以院长事实上在去年的7月 就已经召集我们各科开始成立一个整合门诊 希望我们透过整合门诊方式 降低那个病人的一个负担 而且提高他们的一个意愿 我们称作他们一个生命一个斗士 我们发现他们事实上出院 真正的挑战才是真正的开始 所以院长那时候就开始立即 包括我们嘉医科 胸腔内科 腹健部 中医部 营养部 还有精神科 那个其他一类的心理治疗师 我们呼吸治疗师 我们整个团队一起来加入这个整合门诊 好 所以这个整合门诊 对于疫情康复者来说 是非常需要的 因为每一个在治疗的确诊者 他们的身体状况都不同 有些是轻症 有些是中症 有些是重症 那事后康复出院之后的状况也都不同 那请问一下这个唐医师 就是就你的观察 康复者他们出院之后 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 大概有哪一些 好 首先呢 在我们一开始 我们刚才提到的 轻症 中症 重症 在我们三军总院 事实上我们照顾 蛮多一个重症个案 所以一开始 我们的重症个案里面 我们有出院的病人 但是呢 虽然他出院 但是还需要一个氧气的依赖 所以他们来回门诊的时候 还带着氧气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说 我们在针对氧气的需求 我们的目标 就是希望他可以脱离 氧气的一个依赖 所以我们开始做了 复健的一个规划 所以在氧气有依赖的部分 有我们胸腔内科 还有我们呼吸治疗团队 来接手来做一个 心肺复健的一个安排 包括他的一个上肢运动 下肢运动 还有他的一个有氧运动 还有呼吸的一个训练 此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弹力弹力带 用弹力带的方式来增加 那个肌肉的继耐力的部分 而在不需要氧气依赖的部分 我们也跟复健部合作 他们也透过一个门诊的复健方式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呼吸 还有一个有氧运动以外 还有心肺功能一个检测 同时呢 如果他愿意在居家来做复健的话 我们有一个智慧医 智慧医的一个设计 他可以在家里面 我知道他的心跳多少 我们的目标心率 比如说我们设定他70% 他可以回馈给病人来居家 来做复健的一个动作 所以有居家有住院 有门诊的方式来做复健的一个治疗计划 那确诊者他们出院之后 他愿意回到这个整合性门诊的机会高吗 像我们660多位 目前参与我们这个计划 大概我们有在追踪 大概不到200位 所以很多 不过因为距离的远近的关系 因为我们是在内湖区 那时候感染者大部分是在 那个另外万华那边 所以的确在距离部分 的确上是比较远 会造成他们就医上的一个困难 所以也因此在整个国家 包括卫福部机关署的一个部分 所以会把整合门诊 鼓励各个医院来开设 所以我们是在去年的10月就开设 整合门诊 但是那时候我们是给病人 包括挂号费 一个只要收一次 但是他可以到各科来就诊 来减低病患的一个经济负担 目前的话 在今年1月 我们三军总院 大概台北市最早加入计划的 一个医学中心 而目前的机关署的一个部分 他只要付一次的挂号费 跟一次的部分负担 他同时就可以在其他 比如说我们在三军总院提供10个科别 让他可以同时就诊 但是他只要付一次的挂号费 跟部分负担 对病人的医疗负担来讲 是大大一个减低的状况 是 所以对于这个康复者来说 他们有被关心到的感觉 因为不然有些抗复者 他们可能在疫情比较严峻 或是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对于这个病毒都很害怕 甚至他们确诊之后 回到职场 也会遇到很多问题 然后在家庭里面 可能也会有亲朋好友 对他有一些些的迷思或是误解 那再加上身体状况 不舒服的情况之下 他也觉得常常 不知道该去哪一科 因为他出现的症状 他可能是比较整合性的 那如果说是以 刚才唐医师所提到的 在三军总医院救治 很多都是重症 那重症对于这个胸腔内科 就是一个他们最主要医治的 一个科别了 那你们用到这个高压痒疗程 是什么样的一种疗程 好 刚刚提到我们这几位重症的 最严重的是他做了期间 他长期的呼吸器 经过我们一两个月的一个积极治疗 但是呢 他根本手脚都举不起来 所以根本我们要再做 不接我们只能用被动的 上至下至运动而已 但是呢 我们看到国外 他们在高氨养治疗 已经应用到急性的治疗 在病人一感染 新冠肺炎 他们马上紧急去做 包括在美国纽约大学 他们的医院的一个 临床治疗经验 效果都非常的好 另外呢 在零星的 就是新冠感染后的 后遗症部分 他们也有零星个案的一个 一个成果发表 而在我们医院呢 我们那重症的个案 在我们经过高氨养治疗之后 在第三次第五次 他已经可以手脚 举着起来 而且可以自己慢慢站起来了 而经过十次治疗呢 他不只可以站起来 可以开始自己走 而经过二十次治疗之后 我们很神奇的 我们不仅让他可以恢复 而且把器械拿掉 他同时呢 开始自己做弹力带 一个训练 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 我们感觉是蛮奇迹的一个 一个案例 所以我们目前在 我们就开始持续帮病人 做高氧养治疗 而且我们是以研究的方式 能够顺利来接受 高氧养一个治疗 所以在我们这部分 我们的确看到越来越多 我们个案成功 所以我们大概已经累积了 二十二位治疗一个经验 所以大部分都是重症患者 需要做高氧养的治疗吗 一开始我们前面四位 事实上是很重症的个案 包括他一做起来 他的血氧就低于九十 所以他非常低 他已经很厉害的一个 自律神经失调 有很多的一个肺的血流 一个改变 所以他一做起来 他就血氧很低 他事实上是花蛮久的时间 一个月以上来恢复 但是呢 我们后面的第五位之后 就各式各样的 包括很多年轻人 他的吊法 他的失眠 他的胸痛呼吸喘 在我们经过治疗之后 我们发现非常神奇 过去我们的治疗 大概都需要五次十次以上 才看得到 但是呢 我发现新冠肺炎感染后症候群的人 很多人只要治疗了一次两次三次 他对呼吸喘 那个胸门胸痛症状 非常迅速获得改善 这跟我们的过去的治疗的 一个基转来讲 还似乎不太一样 不只他的一个血氧的一个增加 不只增加他看氧化的能力 似乎还有其他的机制 让他可以效果这么快速 让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然后所以对于这一些康复者来说 他们如果面临到自己身体的各种各样的状况 看了这个后新冠肺炎的心肺复健诊和门诊之后 他应该就会对于他康复之后更有信心 不然的话 唐医师你有没有见过有一些康复者 他其实对于自己康复之后的一些后续的复健 他其实是充满了疑虑的 一开始我事实上也是蛮难过的 就是说我们门诊来 一个病人的家属 他的子女带着那个爸爸来 但是我跟他说 你这个带着氧气筒 家人推着氧气筒 你来我帮你收住院 让你做复健好 结果爸爸就说不要不要 他已经签了安宁了 他希望在家 就让他不要增加家人负担 在家过世就好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蛮遗憾的 但是我们持续跟他鼓励 家人子女也鼓励他 后来再隔一个礼拜 他来回门诊 就说好他愿意住院了 所以我们就住院 开始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治疗 我们也让他顺应的脱离的氧气 现在看到我们是非常开心 带着一个笑容 家人也是非常开心 我们事实上是把每位康复者 不只当成他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战士 事实上我们都把他当成 那个VIP来对待 所以我们院长指示下 因为我们的特约 那个整合门诊 一次要看四个科九个科 对 非常的需要时间 所以我们就是优先看诊 他到每一个科就是优先 所以对于这个确诊康复者来说 他后来的复健之路 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医疗的 就是支持的话 我相信对他们整个复健 还有对家人来说 就不会是沉重的负担 因为对于像我们没有确诊的人来说 想说他不就是康复离开了吗 那他离开之后不就是好了吗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因为像刚才唐医师所提到的重症 甚至不是重症 中度轻度的这个康复者 他还是会面临很多身心的问题 包括他可能会喘 包括他的味觉嗅觉都一直没有恢复 其实味觉嗅觉没有恢复这个事情 我有听过一位康复者说 他说非常的可怕 他想说他难道这一辈子都吃不出好东西 都闻不到味道吗 这个对他们来讲就会非常的惧怕 我们的病友里面 事实上也有一位 在经过我们治疗之后 他的嗅味觉有恢复了 就而且蛮不错的 在我们的中医治疗 我们的阴阳治疗 我们的腹健 还有我们的高痒痒治疗 他的嗅味觉就恢复得很好 而另外一个女士 一个小姐 他的掉头发 他说他一直掉一直掉 整个一直掉 他经过了 我们大概他自己表达说 大概做了三到五次高痒 他的掉头发就变少 他就觉得效果非常一个好 另外我们还有 有几位陪着 我们也提到 有很严重的 他呼吸很喘的 他治疗家属陪他来 但是我们发现家属 他事实上也是感染者 他也是感染者 但是他却忽略自己 要做进一步检查 所以我们也是鼓励 不管你是轻症或重症 都应该来接受 来进步的一个追踪治疗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三军总医院胸腔内科的 主治医师唐生医师 来跟我们聊聊 在后疫情时代 新冠诊和门诊 康复怎么样去帮助这一些 康复者 他们后来的复健之路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新冠疫情的冲击 改变了你我的生活 口罩下的你还好吗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口罩下的你还好吗 面对确诊者越来越多 但是现在当然是 Omicron 它的传播速度快 可是大部分是 轻症或无症状者 但是在2020年2021年 有很多的确诊者 他是比较中重度的 在中重度确诊者的 复健之路上 需要更多的关心 包括他们自己要自主去 去健康管理 自己后续的康复状况 那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 三军总医院胸腔内科的 唐生主治医师 他同时也是 将官检察室的主任 那同时也是一起 就是关注了 许多康复者 他们后续的 整合门诊的状况 那像刚才提到的 后新冠肺炎 心肺复健的整合门诊 其实你们走的比 这个卫福部 希望你们走的 还要再更快一点 对 在之前 院长一开始规划下 比如说在去年7月 我们到 有整个规划时间 已经把所有的临床科别 还有心诊 包括我们的气管室 还有资讯室 我们已经诊出很多人 所以每次开会都做得满满的 所以事实上我们的涵盖项目 大概很多是为了病人的着想 我们很多是用免费来医院 来治疗来吸收 比如说我们有帮病人做骨骼的骨密度扫描 这也是免费帮病人做的 所以我们发现 他们在住院隔离期间14天 可能就这样造成一个严重骨质疏松 不是只有老年的儿子 包括年轻的二世纪 所以我们也发现 他们骨质疏松 还有一个肌耐力 一个萎缩的现象 所以我们也有做体组成 要营养师的体组成 事实上我们很多医院 在院长指导下 我们是说用免费的方式 帮提供病人很多服务的治疗 还有包括很多 还有精神科很多焦虑忧虑 还有他们很多自律神经的检测 我帮病人做自律神发现 很多人在感染之后 有很多的自律神经失调一个问题 而我们的中医的部分 他事实上还有提供了 不止的中医的一个问诊 我要看体质 又加上他一个呼吸的养生功法 然后再配合他们的一个 中医的一个治疗这样 所以事实上我们各个职类 不只提供一般的医疗服务 事实上我们还有涵盖 很多其他的一个 可以更帮助病人一个治疗 包括我们会检测病人内分泌 比如说有造成一个内分泌失调 包括他有没有发生糖尿病 有没有新陈代谢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发现 事实上他甲状腺功能异常 这也是在我们在一个检测过程 我们如果病人自己也不会没有发现 说他有发生这些部分 另外也要小心心律不诊的部分 还有一些肺动脉高压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一个追踪部分 我才发现的 所以在后续的康复治疗上面 遇到瓶颈的一些患者 经过了这个整合门诊的医治 大家刚才听到也是非常非常的完整 就是说三军总医院想的是 比很多人自己想自己的 都还要更加的完整 就是他会帮你做很多的检测 然后提供你一些协助 那对于可能求救无门 或者是已经放弃自己的 这个身体状况的朋友 他就是一个福音 因为对于康复者来说 他要背负的 极有可能就是 他一次的这个中重症的治疗之后 他很多的器官受损 或是免疫力就受到破坏 所以这个治疗是非常重要 那像在心理层面的部分 就是说身体上面 你们提供了很多就是免费 那对于经济状况 比较不好的康复者来说 他们其实就等于是找到了服务 他们可以得到一个 比较妥善的照顾 那这个部分也是每个医院不同 对吗 对 目前的话 我们在三军总医院 在院长 王仲宏院长 还有何景良副院长 还有其他的行政主管的一个支持下 我们事实上还有参加了 国家的一个防疫科学研究计划 所以也获得国家经费一个支持 所以我们事实上有涵盖的基础医学研究 还有临床医学研究 所以我们会把国家给我们的一个经费 用在那个染疫者的康复 还有一个调查 所以我们还有帮病人做 用研究计划的方式 来病人检测你的血液里面 有没有足够的抗体来提供病人 康复者说你的抗体足不足够 可以作为他一个参考 在我们感染科 我们微生物免疫所 这部分有提供这方面的一个 可以建议来做检测 所以事实上是涵盖了 包括我们学校跟医院 还有研究单位 大家一起跟国家的科技防疫的一个计划 来共同合作 好那你们的观察或是数据上面看来 就是年龄不成 不同他们在康复之后的治疗方面 会有一些不同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 最近有一篇在欧美在美国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 他们发现会造成一个 Long COVID一个问题 发现主要很一个原因 包括一开始的病毒量很高 它的病毒量 另外第二个是产生自体抗体 而第三个它是一个 EV的一个Virus 那时候他们发现 另外一个第四个是共病症 就是说它本身的慢性疾病多的话 造成Long COVID来讲的一个风险就高了 所以在每个人的体质上 谁会产生自体抗体 或者当初的病毒量 那些可能会造成 Long COVID发生的一个风险 所以回到我们最重要 事实上我们还是建议病人 要打疫苗 这样你感染之后 你的病毒量相对应该就会比较低 另外在自体抗体部分 是不是透过你有足够的休息 运动跟睡眠跟营养 让你那个自体抗体的一个发生 是不是会能够降低 或者增加你的身体的一个抵抗力 也是一个方式 好那对于这个确诊者 他后来康复 然后接下来要去观察自己身体 大概他们需要观察多久 才会说是比较完全的健康 目前依照国外 比如说中国大陆或欧美国家 本来我们预划是一个月 三个月六个月来追踪 目前我们经过我们治疗的 大部分都恢复的真的蛮不错的 所以他们第三个月又想毕业 我们还是鼓励他 虽然我们看他恢复的很好 我们还是鼓励他第六个月回来 但是国外的部分 如果是没有接受这些的 他们观察到12个月 事实上还有15% 20%左右有Long Covid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我们目前 我们发现我们经过治疗 大概三个月左右都 几乎都大部分都恢复的不错 目前看起来最困难的 的确还是在所谓的肺纤维化的部分 所以肺纤维化造成的低血氧 很多人自己不觉得 他有血氧低的状况 但是我们经过六分钟走路测试 我们会发现在走路过程的时候 他的血氧会低于90 如果另外呢 副健部我们也提供一个 心肺的一个功能检测 透过一个心肺功能检测 可以知道说 你有没有心肺功能正常 可以提供病人做一个参考 肺纤维化 他算是可逆还是不可逆啊 目前大概以我们过去 比如说2003年的一个SARS来看 我们认为在经过一个治疗之后 慢慢他还是会慢慢恢复啊 但是呢在这个那个 COVID-19的部分呢 我们发现很严重的一个重症部分 他恢复的速度很慢 所以目前我们观察到 一位也是科技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是他的我们发生已经一年 但是他的 我们经过我们的基级治疗 他是有恢复啊 我本来还担心要做肺脏移植 不过目前他已经有慢慢恢复 我们会接下来观察他的两年 大概我们后面的会持续观察 他两年跟三年的变化 看看有没有持续恢复这样 那这个个安他有提到 他日常生活当中生活的不便吗 他因为这样 他已经在科技业已经半年没有去工作 所以那个科技业老板一直希望 他赶快回去 他们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一直被他老板说赶快回去 所以他最近也终于回去上班了 我们非常高兴 他已经慢慢已经恢复 他走路戏已经不会穿了 所以他已经回到科技业去工作 他原本算是中重症 对 原本是重症 整个肺纤维化 有呼吸衰竭 有插管 哇 所以等他出院之后 到现在已经一年多的时间 都还在进行治疗康复当中 对 所以他在两个 他经过我们治疗 大概一个月他就已经回工作岗位了 我觉得蛮不错的 所以他可能就是要持续的观察 那就要依照他当时确诊的时候 是重度 中度 轻度 那如果说现在Omicron 现在确诊数是很多啦 每天就是这个可能突破千 那对于轻症来说 现在就是民众就会觉得说 现在都要不轻症或无症状吗 不用害怕 可是就你们的观察 如果是Omicron的确诊者 他事后的康复真的会比较顺利吗 目前的话我们看到我们在住院的 大部分是属于轻症 在我们三军总院来讲 所以我们从今年到目前来讲 我们也都没有所谓的重症到呼吸衰竭 也没有死亡个案 所以大部分都不管是儿童小孩或老年人 我们这边都顺利出院 但是到底出院后的一个状况 如果我们希望他们还是要回诊 我们来帮他再持续检测跟追踪 我们才比较我们自己的资料的一个显示 不过在国外我们看到它 事实上虽然都COVID的一个风险低 但是还是有 他们估算 我们之前的YOTA 可能高达70%都有 但是现在来讲 好像大概20%到30% 所以到底这个比例多少 可能跟每一位有没有打疫苗 所以开始会有变得差异非常大 还是提醒大家要打疫苗 对目前来看会对他的一个整个一个 所以最好的预防 NONCOVID的方式 事实上是打疫苗来预防是做最好 是好 所以现在虽然说轻症无症状的比例很高 高达99%以上 可是大家还是不要轻忽 还是不要轻忽 就是该打疫苗要去打疫苗 那因为复健之路 其实你真的很难说 每个人他的影响 他可能会影响到多少年以后 其实你也真的不知道 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三军总医院胸腔内科的唐生主治医师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新冠疫情的冲击 改变了你我的生活 口罩下的你 还好吗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三军总医院胸腔内科的唐生主治医师 我们来聊聊口罩下的你 还好吗 在慢慢藏路之下 后疫情时代 确诊康复者 他们怎么面对自己的健康 其实不仅仅是自己的健康问题 想请教一下唐医师 有没有一些患者 也跟你们提到说 他们康复之后回到职场 尤其是在疫情比较严峻的 像去年 或是刚刚开始疫情的时候 大家还没有打疫苗 那可能中庸症的比例比较高 他们在回到职场 回到家庭之后面对的问题 你有听过什么样的案例吗 一开始我们的病友大概跟我们分享说 他们的一个好朋友大概都没联络 所以大概过去那时候到去年中到现在 大部分大概会反映这些说 整个朋友都没有在联系了 但是在目前来讲 比如说在今年2月3月之后 慢慢大概大众已经对这疾病 慢慢可以了解了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民众 对这疾病已经可以认识 对大家比较不会无名化了 同时我们在治疗过程 我们的病友彼此之间 也会互相的鼓励 扶持 跟我们医护人员来合作 所以虽然在治疗过程 透过病友之间的一个 病友的一个分享 彼此的一个心理支持 还有透过我们的医护人员 跟家属共同来鼓励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也请各位听众们 我们大家整个大家一起来 为所有的染疫跟他们的 不只个人跟家庭 大家持续来给大家 来一起来度过这波的疫情 是 那其实对于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也是非常辛苦 因为像唐医师 你们又是医学中心 然后你们所负担的 从这个医疗能量最紧绷的时候 也都走过来了 那你们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怎么样帮自己加油打气 是 我昨天有特别跟我们的专责 护理师投论 他说他们最近 比如说他们去买东西 结果被 他们知道说 你们是那个专责的 他们就说 你怎么可以出来 所以的确反而是医护人员 有可能反而会被贴上标签 对 我也是觉得 就是我们可能国人 大家一起来度过 包括我们的 所有的不管各职类 包括我们的卫生单位 跟我们的医护人员 大家一起来努力 我们也是持续给我们的 护理师来鼓励 因为事实上在照顾过程 我们看到 比如说上海的封城 就已经造成人民的恐慌 在住院过程里面 你要他隔离 三五天 那种心理的恐惧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的专责的护理长 他们很辛苦 他有些真的无法承受的 护理长要进去陪他聊天 聊了两个小时 甚至有的人24小时 我们包括我们请我们的心理师 社工师 还有家人 轮流 他只要一起来的时间 我就持续的跟他讲话 不然他会产生恐慌 的确这个是对病人的心理压力 对我们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 都非常的一个大 所以是要透过跟家人 一起来合作来努力 而且就是确诊的朋友 心理很恐慌 压力很大 那对于第一线的照护者 其实就是一直在岗位上面 这个尽责的做他们分内的事情 而且在穿戴上面 他们也都是非常的辛苦 这个全副武装 然后兔宝宝装 包括连上厕所都不方便 这两年半来 全世界的人的功课 没想到一个病毒 感觉他的威力是跟核弹差不多 这个让人家难以想象 但是就变成是每一个人的功课 我们大家把自己的防疫做好 但是对于所谓的确诊者来说 他们可能身上更背负着一些压力 那最后再请这个唐医师 也提醒一下 在全台湾有许多的康复者 他们现在可能重新的 面对他们的生活工作 那有一些可能身体心理上面 还是有一些他们觉得 不太对劲的地方 那其实就可以勇敢的就医 是 没错 目前在国家的 卫福部机关署 整个的一个发展 目前我们已经 就大概已经107家 已经有开设一个整合 越来越多了 对对 虽然各家的一个做法 可能不太一样 不过基本上 他有卫福部有规定的一个 基本检测项目 所以各位听众 各位可以让亲朋好友 或者一个 他如果有感染之后 可以鼓励他来参加 这个计划 来让他做一个追踪 避免出院之后 因为并发症 而需要再度入院 尤其这段期间 疫情吃紧 医疗量能 会面临很大的一个负荷 请各位再特别一个注意 好 那也非常谢谢 这一些整合门诊的医生 因为他们在第一线 其实都非常的忙碌 再加上疫情期间 负担都特别的大 但是整合门诊医师 他们就要非常有耐心 因为各科各科各科 然后大家还要汇诊 那每一个 每一个案例都是一个 需要汇诊的 很珍贵的 像刚才唐医师所说的VIP 那如果每一位康复者 他都可以去 诚实面对自己的身体 那因为没有特效药 所以就是有这样 整合门诊可以帮助你 就勇敢的就医 那也可以拥抱你的新生活 跟新生命 今天非常谢谢 三军总医院 胸腔内科 唐生 主治医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接下来 锁定小鱼抽迷鱼的 POP抢线报